7月4日,王文涛部长会见何也杨平会长,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一行。 双方就中国改革开放政策、中日经贸关系、新兴领域合作、产业链供应稳定等深入交换了意见。 我们已经发布了相关消息稿,你可以查阅。 一段时间以来,个别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、泛化国家安全。 在半导体等领域,人为削弱同中国的联系。 这将严重损害双方企业第一,破坏产业建长期以来形成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。 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。 希望日方从维护自身利益和中日经贸合作大局出发, 信守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承诺, 遵守国际经贸规则。 避免对两国经贸合作进行政治干扰, 限制企业正常自主经营和企业间公平竞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